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喜欢它定妆之后的妆容感 那今天的口红呢出了一点小事故 如果大家觉得出了什么事故呢 如果你很好奇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卖一个关子在这里 本来是我是想用一个新产品的 然后看下去之后大家就知道 我对这个新产品真的是超级失望 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OK那今天的打底呢 我还用的是这个香奈儿的这个Lobelank这一款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马上就要用完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啊这样子 我超级喜欢这一个 打底的产品 就是香奈儿的这个打底的产品 因为它是那种提亮的 但是又不会给你那种 怎么说呢 亮晶晶的感觉 可以把它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OK 那这个就是香奈儿新出的这个粉底啊 是不算是最近新出那瓶 最近新出那瓶我不看一下介绍 我觉得不知道值不值得买了 但是我还在犹豫这样子的 那这也是我新买的 这是香奈儿新出的这一个 然后呢 它的感觉挤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它有点gel的那种感觉 不是很稀啊这种的 然后我的用量是压一下 然后再压半一下 这样子 OK 现在我就用这个刷子 然后先这样给它 晕软开 我是先用这个刷子 给它很快的这样给 就是铺开 然后给它晕软开 然后接着呢 我再用这个Beauty Blender 把它 很好的给它就是 晕软在脸上 这样子的 OK 然后用这个沾式的Beauty Blender 大家不要担心觉得 我妈你这个色号会不会太白了 不会啊 这是灯光的关系 就是当它 妆定下来之后 当你这个皮肤 把这个粉底 吸收了以后呢 就跟我的肤色 很贴合这样子的 因为你还要用其他的产品 OK 像Bronzer啊 腮红啊 都会把这个颜色 给调整得很好 OK 那我这个颜色呢 是 30号 Beauty 就是给眼睛遮瑕一下 但是呢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位置 黑眼圈出来了 然后这个边上的这个 有这个斑 两边有这个斑 然后它遮得不是很好 那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 TooFace的这个遮瑕膏 直接 这 可以把这个 有瑕疵的地方 遮一下 OK 然后用Beauty Blender 把它越染开 但TooFace的这个 这下膏我已经很喜欢了 我觉得它很适合这个 就是 我的皮肤 就我的这个 混合型的皮肤 这样子 OK 搞定 下面就是定妆 那定妆呢 我用的是这个 香奈儿的这个 定妆粉 不用说啊 这个 Universal的这一款 然后我用了这个 Real Technique的大的粉刷 那今天的修容呢 我要用这个 It Cosmetics这一盘 我之前在一个这个 我这个月的商品号当中 我有说过 长成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高光这个 我用了很多 真的很喜欢高光这个颜色 OK 我先用这个 这边这个颜色 然后修容 OK 然后我用的还是 YSL这个 这个修容刷 然后 沾上这个产品 刷子轻轻进去就可以 可以看到这个上色度 还是很好的 这个颜色真的是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亚洲肤色 OK 然后 发极线的位置 OK 修容呢 暂时就搞定 那接下来呢 就是眉毛 用的还是Lora Mercy 这个眉笔 OK 那眉毛呢 搞定 回来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眼影呢 是这个Naked Urban Decay的这个Naked 第一代啊 前段时间整理这个眼影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眼影的时候 把这些眼影盘重新整理一下 把以前的这个眼影盘用一用 OK 感觉不用 对不起他们 那我今天呢 用这个Naked的这个眼影盘 打造一个稍微有一点 烟熏的眼妆这种效果 我用的就是这里边 那个这个刷子啊 就是 彻底的 把这个盘实用一下 这样子 OK 现在是这个 打底啊 打底呢 我用是这里边这个 第三个这个颜色 叫Naked OK 不是打底 就是勾勒一下眼睛的这个轮廓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刷子 就是它这个刷子 OK 然后去面镜子 OK 然后我就把 这个眼影 打到这个眼睛的 眉眼皮的上方 这个颜色呢 已经够深了 所以 就是一下子勾勒到位 这样子的 打到整个眼睛上 稍微往这个眉头的位置 画一下 OK 看到这边 再看这边 是不是不一样 OK 接下来呢 我再用这个叫Buck 这个颜色 在这里 OK 然后 这个稍微深一点的这种颜色 就是层层叠加嘛 就从眼尾的位置 然后往前扫 这样子 再加深一下这个眼睛的轮廓 OK 这样子 是不是感觉眼睛这个位置 往上了 这样子 在这里 这个颜色 TOSTED 就这个颜色 OK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 用的是这个MAC MAC 这个217 这个刷子 然后 给它压到这个 前面 这样 OK 就是压到双眼皮的 就是 前面三分之二 双眼皮的这个位置 稍微往上一点点 这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亮的 OK 下面呢 就是用 Sigma E32 这个刷子 我用的是这个啊 然后 大家可以找这样的刷头 都OK的 只要你用了上手 然后我沾上这个Hustle 深棕色在这里 OK 沾上它 然后 把它压在这个 眼角 这个位置 然后从这个眼皮的这个 外边 外眼角 然后往里边 刚才你提亮的这个地方 扫 可以让它有一个很好的 过渡 不是哗一下 也就是亮一块 这样子的 OK 然后同时还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往上 往安在 就是安压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眉骨的这个位置 因为我想让眼睛 往上这样子嘛 所以 按到这个 位置上 往上 就按到这里 OK 接下来呢 就是用这个 MAC 这个286 这个刷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经常用这个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来晕染 这个眼尾 因为它会 把这个眼尾 就是你往上 这个晕染的时候 挑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小 小三角出来 这样子 像这种 层层叠加的 小烟熏妆 大家就是 你就是要 就是轻轻的 不停的在晕染 让它这个颜色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子 OK 可以看到区别吧 我不知道灯光显得 会不会这样子 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一个 小 小三角出来 在这里 OK 然后给它 往 往这个眉毛的 这个尖的地方 然后给它 稍微的 这样一下 可以看到 OK 然后同样 这边也是一样 看出来了吧 OK 很明显 这样子的 往上 这样子 OK 下面就是这个 边边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边边这个位置 感觉 有点糊 就是有点糊掉 不太均匀 这种的 然后 我自己用的方法 就是找一个这样的 稍微宽一点的 这样的刷子 这样子的 然后沾上我 我们刚才就是 勾勒这个轮廓的 第一个这个颜色 OK 就这个颜色 Naked的这个颜色 可以沾上它 然后拍一拍 然后就是 轻轻的 扫在这个边缘 因为这个刷头呢 够大 它会扫得非常的均匀 不用来回这样 就轻轻的扫两下 就OK了 把颜色带到这里 均匀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用小刷子的话 需要来回来回这样子的 可能会把颜色 再一次混到一起 不是 就是变得更不均匀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大的刷子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美股的提亮一下 然后 下面就是美股的提亮 然后我用的还是这个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angle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 最边上这个颜色 在这里 在这里 Virgin O 世故 OK 然后用最边上这个颜色 在这里 然后贴的这个眉峰的位置 给它提亮一下 很明显吧 然后往前 就是贴着这个眉毛的这个位置 然后它 一直到后边 我很喜欢这个angle这个刷子 然后我觉得刷眉峰这个位置 很好用 我自己用的是很顺手了 这样子 OK 然后就是下眼线这样子的 然后就用这个小头刷 然后我沾上 最深就有颜色先 OK 然后我再沾上这个 刚才的这个buck就这个颜色 黑是雾面的 然后我沾上它 然后再 刷到这个下面的边缘 然后一直刷到 前面这样子 然后它的过度呢 更 更自然一些 跟上眼线比较相贴合一点点 这样子 下面呢 就是眼线 我用的是这个 Tattoo Eyeliner Cat 1D的这一个 这样子 然后到眼眉的之后 画眼角 当然就是这样 在这个眼角的位置 这样画一下 小小的这么挑一下 然后戴上来 然后戴回来 不要 我不太喜欢戴太中间 因为我们没有人家 就是欧美人的 那个大眼睛 所以我一般戴到 后眼尾三分之二的位置 然后再就是把这个 给它平 平滑的 不要让它有那个 不均匀的地方出现 把这里边给填充的很 很满 很均匀 OK 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可不看清楚 这样 两个眼睛的区别 就是画了这个小眼尾 就是没有 OK OK 那眼线呢 就画好了 画好之后呢 下一个就是 用刚才你画下眼 就是 我刷子 我们就用这个 刚才你用的这个小刷子 然后沾上这里边最黑的 黑色 沾上这个颜色 OK 然后 颜的这个 你刚才画的这个眼线 颜的这个位置 这个颜色 就是覆盖在你刚才画的 那个眼线上边 就让它的颜色很均匀 OK 那眼妆搞定之后呢 下面就是睫毛膏 今天我用的睫毛膏呢 是Mac MAC的这一个 子弹头的这一个 OK 这是要镜子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腮红 然后我用的这个 Real Technic的这个腮红刷 然后沾上这个 之后呢 然后扫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上色度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要很轻 但是因为今天的眼妆 所以我希望我的腮红呢 稍微碰一点啊 然后 有点对比这种感觉 而不是就是 一型的这个 因为这个眼睛很浓 然后下面都是裸色 我觉得 有点pop的颜色 也是OK的 OK 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提亮 那我用的是这个 Sigma的这一个 叫140这个 本来这个是眼睛的刷子 但是我用 我觉得它用来提亮 对我来说正好 OK OK 然后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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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亮就搞定了 那H Cosmetics的这个三色呢 这个真的是超级棒 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样子的 最后一步呢 就是 口红 用的是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想试一下这个 这个倩碧的这个 雾面的这个口红 到底怎么样 OK 非常的 上色非常的不均匀 可以看到吗 我已经尽力了 它真的上色超级不均匀 超级不均匀 我给大家试在我手上 哦 倩碧这个的真是让我很失望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上的很 你知道就非常的厚 然后这个地方还没怎么上色 啊 倩碧这个我真的是不太喜欢 啊 我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产品 真的是 真的是不怎么样 真的是不怎么样 OK 但是今天这个口红跟我今天的妆容 还蛮配的 然后我需要把它卸掉 因为真的是太难看 这个颜色 我马上回来 OK 回来 我把它卸掉之后呢 我把这个嘴角旁边 用这个concealer补了一下妆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Tomford 我上次新买的这个Pussycat 这个 Matte 这个口红 OK 这种颜色 OK 化妆这个 这个是Pussycat 是Tomford的霧面口红 大家可以看清楚吗 非常漂亮 然后我底下有打底这样子的 OK 终于搞定 那最后一部呢就是定妆 我用的是Urban Decay的这个Chill定妆喷雾 被这个欠逼的这个口红搞得有点蒙 真的是不太好这样子的 而且我还买了两个颜色 我感觉 有点 给外边再除草 抱歉啊大家 OK 那今天呢 这一个 我觉得是有一点秋冬感的这样的妆容呢 稍微有一点点吧 OK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点个赞 谢谢 OK 那今天呢 这篇美妆日记就到了 就到了 就到这里了 OK 那 主要是想跟大家就是 分享一下我新买的这个香奈儿的粉底液 我自己呢蛮推荐大家去试一下的 我还蛮喜欢它的质感 刚用上去的之后 刚刚涂抹上去的时候呢 感觉很一般 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也不雾面 也不像他说的什么glow 就是有一点 怎么说呢 就是柔亮感的这种粉底 但是当你妆定下来之后 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 透肤的柔亮感这个粉底 然后呢遮盖力呢 是中度 然后SPF20 所以我建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如果你对这个粉底感兴趣的话 然后我觉得还蛮值得去试一下的 这样子的 然后 千币的这个雾面的口红 大家就不要去买了 大家刚才有看到 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 OK 有同样的问题 然后就是上色度真的是 不怎么样啊 啊千币 这个我不太建议大家去买18块5 然后你可以省下来去买其他的 然后Tongford的这个Pussyca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上了唇 上了就是唇 唇上之后呢 非常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非常建议大家去试一下这个颜色 那今天的这个美妆日记 就到这里了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的美妆日记再见咯 Bye